大家好,这期节目跟大家评论一个小新闻 我刚才看到的 就是重庆八中的一个初三的一个学生 是个男孩 保送北大 说是什么那个北大的物理卓越计划 把他给选上了 才初三呢 就保送北大 我觉得这些学生们 这孩子们确实不一样 有的孩子现在上去上了上不下去了 得抑郁症 你看人家这位 才初三 人家也没说上不下去了 人家还保送北大 肯定是物理学的非常的好 这孩子叫刘嘉义 刘嘉义也是刘一家 不记得 反正是这个物理卓越计划 北京大学 才在初三呢 就保送北京大学了 我估计是这孩子有天赋 而且既然他在重庆 他爹妈肯定也就是在国内的 不可能是 不太可能是出国留学的那种 他爹妈我估计当年可能学习成绩也不是太好 估计肯定没有上什么北大清华之类的 对吧 可能就是上个国内的普通的高校吧 我估计 这孩子初三估计他爹妈可能就生于1978年左右吧 甚至是1980年的 这孩子就成绩这么好 我就觉得 所以说呢 如果这父母学习不太好 不一定的孩子学习就不好 对吧 我估计这孩子可能 他爹妈当年的学习成绩不是特别优秀 但生的这孩子怎么优秀呢 成绩这么好 而且你看这学生们之间 确实差异也很大 有的他就是读不下去 成绩不好 或者根本就不想读 你这孩子就 直接就保送北大了 确实是很优秀 遇到这样的孩子 这家长你省心 对吧 但如果你家孩子不是这样 你也不要灰心 因为每个人都是各有特长的 不擅长学习 不等于不擅长别的 因为学校不可能教你所有的学问 学校里教你的学问是有限的 那么这个学生 在这个有限的这个学问 这个领域内 他是佼佼者 不代表他在别的领域 也是佼佼者 你的孩子在这个领域不是佼佼者 不代表他在别的领域 也不是佼佼者 对不对 人是各有所长的 有些人善于学习 但他别的不行 我就是这个态度 这个北大 你能够保送北大 其实我也不羡慕 对不对 我也不羡慕 如果我的孩子不能上北大 我也不羡慕你这 能上北大的 我的孩子不能上清华 我也不羡慕你这个可以上清华的 我真的不羡慕 因为人是各有所长的 对吧 你擅长学习 那你擅长跳舞吗 你擅长跑步吗 你擅长语文吗 你擅长英语吗 对不对 能那么多的学科 你会贪心吗 对不对